我们感同身受 回首过去是为了找准前进的方向 放眼世界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增长 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叙事待发 改革创新潮流奔腾向前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全球还有七亿多人口 在忍饥挨饿 数以千万的难民颠沛流离 无数民众 包括无辜的孩子 丧身炮火 世界经济 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 新动能还在孕育 经济全球化 遭遭遇更多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世界和平与发展之路还很长 前程 前程 不会是一路坦途 现在有人看到金砖国家等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出现了起伏 就断言 金砖失色 褪泪色 毋庸慧言 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 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 但是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制没有改变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感谢观看 体温 4 ore